不景气全球皆然 大家都非常害怕成了下一个被裁员的对象 但是有人看准了美容保养事业不败的魅力 大学毕业之后选择专门以美容保养为主的直销 当作终身职业 不用担心没有工作 更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身为独立资深业务督导杨晓慧 对了台下的美容顾问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 要节省预算 所以在往后每两天才差一次保持如意吗 没有 就是这种一支口红或者是乳液 也能创造经济奇迹的理念 让笑容甜美又亲切的杨晓慧 从大三开始就加入美容保养为主的直销集团 一做就是14个年头过去 现在每个月的收入至少都超过8到10万元 从来没有转换工作的她 到现在对当初的决定还是相当的满意 对我来讲最大的帮助就是拥有自由的人生 我可以决定我的工作时间 我可以决定我要做的事情 可以成为我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我先给大家的这个是我们的杰夫妮 仔细说明产品的使用方式 认真积极的她加入这个行业 11个月后就升上了都岛 一年之后还赢得人生第一步象征自我肯定的粉红色轿车 我在大三就开始经营这个事业了 在我拿到我的第一辆粉红色轿车的时候 我很多同学都还告诉我说 他们都还没有能力可以买到车子呢 谁说毕业就是失业 只要像杨晓慧一样看准契机 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家庭或者是健康 一样可以成就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 东森新闻刘家会王志伟台北报导